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 治国理政纪时 今天播出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汇出美丽中国更新画卷 各地不断提升城市绿化水平 打造生态宜居城市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各项工作 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系列报道 新时代新征程新伪业实干笃行 今天播出 浙江聚焦拓市场 优步局 抢总部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 助力高质量发展 美国夏威夷毛衣岛大火 已导致96人死亡 俄罗斯方面称 俄防空系统在俄罗斯 比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上空 摧毁四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方面承认攻击了克里米亚大桥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是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今年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秉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谋划发展 对生态文明建设 做出重要部署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新的成就 系列报道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 今年以来 治国理政计时 今天播出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汇出美丽中国 更新画卷 今年7月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时隔5年再次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深入分析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 面临的形势 深刻阐述新征程上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 系统部署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 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在这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最高规格的大会上 总书记强调 要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 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 和生态文明建设 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今年以来 总书记在首都北京 参加的两场活动 体现了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身体力行 和引领青少年 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 深远谋划 今年4月4号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冒雨 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东坝中心公园的植树点 同首都群众一起 参加义务植树 总书记说 这是我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 第11次参加植树活动 他对在场的中小学生说 等你们也成了父母辈了 也要让你们的子女子孙 继续植树 一代一代做下去 美丽中国 就是这么建设出来的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一天 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育婴学校考察时 走进这里的学生农场 与正在开展农业种植活动的 孩子们交流 总书记说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要从娃娃抓起 通过生动活泼的劳动体验课程 让孩子亲自动手 亲身体验 自我感悟 让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早早植入孩子的心灵 绿色是美丽中国最鲜明的底色 绿色发展 是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 今年以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 国内考察行程当中 总是步伐绿色足迹 大江南北 一草一木 总书记念姿在姿 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指明方向 在广东湛江 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书记强调 这片红树林是国宝 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 在四川广源 古蜀道上的翠云狼 总书记走进这片 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百林 要求把古树名牧保护好 在山西运城 总书记指出 黄河流域各省区 都要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 作为谋划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 不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事 坚决不能做 助劳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是国之大者 与中国改革开放同龄的三北工程 如今已到关键期 攻坚期 今年六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的首站 来到巴雁闹尔 三北工程建设的最前沿 他到乌梁肃海 看湖 到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看田 到国营新华林场 看林河沙 到核桃冠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 看水和渠 考察期间 总书记主持召开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总书记指出 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 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 尤其是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克尔沁浑扇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 河西走廊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 低碳化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今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着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6月 在内蒙古护河浩特中环产业园考察时 总书记指出 能源建设不能光靠传统产业 要大力发展新能源 清洁能源 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建设绿色中国 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推动能耗双控 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 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要立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以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 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 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 太阳能电池 充电桩等新能源产品产量 分别增长35% 54.5% 53.1% 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0.4% 国家地表水烤盒断面中 水质优良断面比例 同比上升2.1个百分点 绿色转型成效显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站在人与自然和强共生的高度模化发展 打破了西方工业文明发展以来 关于发展和保护的二元被弄 通过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又同时实现人与自然和强共生 表明我们有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忠雄 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赢道路 今年8月15号 中国将迎来第一个依法设立的全国生态日 18年前的这一天 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首次提出的日子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中国将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站在人与自然和强共生的高度 分立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汇出美丽中国的更新画卷 携手各国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各地不断提升城市绿化水平 改善人居环境 让群众享受到更多开窗见景 推门见绿的城市空间 建凤茶绿留白增绿 新海西宁实施拆墙透绿工程 拆除公园围墙改建绿化带 让公园围景与街道环境融为一体 形成新的风景线 山东济南今年以来 开工建设各类公园77处 其中42处已经完成 刚刚开放的国际贸易中心中央公园 预留了大量的草坪空间 江苏苏州在城市绿化中 融入江南园林特色 今年将新增及改造小微绿地 和口袋公园230个 新增和改造城市绿地 210万平方米 提供了很多便利性 还有美化的环境 居民可以走到这个凉亭里面 大家聚一聚聊聊天 搞一个这样的公共空间的话 还是不错的 在重庆 长江和嘉陵江两江四岸 十大公共空间已陆续建成 巧妙利用现有草海 森林江滩等资源 打造兼具步行和骑行功能的 清水道 让生态美景逐渐连点呈现 在内蒙古新林浩特 一个个具有不同主题元素 造型别致的小油园 相继投入使用 在为市民提供 观赏休闲去处的同时 完善了城市绿地生态系统 辽宁辽养 更新绿化树木 栽质花卉 将全市二十余处带建地块 打造成花谱 苗谱 新建提制各类公园 一百三十余处 新增绿地面积四百公顷 切实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 提升了城市依据品质 各地全力推动 古树名牧保护工作 陕西洛南 现有古树名牧 约1.24万株 当地组建了 涵盖林学 植物学 土壤学专家的 古树名牧保护团队 定期进行现场诊断 江西干州 广西南宁等地 对古树名牧 建荡立案 制定一树一测 精准管理养护方案 广州海珠区 为挂牌古树 加装了树木传感器 土壤采集器等 智能设备 实现对生长态势的 实时监测 打造一个古树名牧 制管系统 结合我们以往的经验 跟专业巡查的情况 精准精细地开展 古树名牧 养护跟抢救副状工作 连日来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全力做好防汛抗洪 救灾各项工作 大家齐心协力 重建家园 受灾地区 生产生活秩序 正在逐步恢复 河北省恢复重建工作 加紧进行 在受灾较为严重的 来水县三坡镇 有八所小学 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目前对校园的清淤 教学楼安全鉴定工作 同步展开 力争大部分学校 能够如期开学 本次洪老灾害中 保定桌州超200个村庄 被洪水冲击 为加快灾后 恢复重建速度 保定市组织14个县市区 对口支援桌州 受灾村镇 接下来 我们的邦福救援队伍 将一包到底 包括抢修电力 燃气 供水 等各项生活配套设施 帮助受灾群众 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北京受灾地区 生产生活秩序 进一步恢复 在房山区 此前受洪水影响的 19座城镇污水处理厂 经抢险抢修作业 以全部恢复应急运行 天津行洪工作持续进行 大清河水位缓慢波动回落 永定河下泻流量持续减小 进入退水尾声阶段 天津市今天解除 永定河洪水红色预警 此前受洪水影响 被集中安置的部分群众 陆续返村 截至8月13号24时 天津全市累计转移 安置8万6千多人 其中3万3千多人 已返回家中 今天国家房总将针对 天津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调整为三级 国家房总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 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调运20台大流量 应急排涝泵等 中央应急抢险救灾物资 支持天津继续做好 防汛排涝工作 今天黑龙江省辽宁省 防汛抗汉指挥部 终止防汛三级响应 吉林省防汛抗汉指挥部 终止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当前东北地区全面抓好 农业农村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 黑龙江省积极组织协调各方力量 持续开展消杀 道路侨涵修复等工作 今天武警黑龙江总队 共派出近400名官兵 在牡丹江海林哈尔滨双城等地 开展清淤清理路障 消杀等任务 吉林省抓紧做好信贷和保险理赔 在书栏 农业核灾定损及理赔工作正在展开 当地五家农业保险城堡机构 进行农业保险实地查看 受灾定损和快速理赔工作 截至13号 对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的核灾定损进度 已完成了受损面积的近90% 根据城堡和理赔进展 提前向各城堡机构 拨付保费补费资金 白予底前预计完成 拨付保费补费资金不少于30% 开辟理赔绿色通道 根据实际需要 在保险保障范围内预付赔款 有效帮助农户恢复生产 千方百计减少损失 辽宁省用多种举措科学进行农业救灾 组织棚户及时排出棚内明水 对受损大棚 整修加固 同时对涨势差 抵抗力弱的农作物等 综合采取农业防治措施 8月8号 随着下泻洪水流量不断增加 天津大清河抬头段的堤坝围面 面临管涌渗漏的风险 在大地上 一只身穿红色制服的 抢险救援队伍格外引人注意 哪里有险情隐患 哪里就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 今天水位已经达到了5.79米 现在风险越来越大 今晚还有洪风过境 夜幕逐渐降临 能见度越来越低 安能抢险救援队75名党员组成的 专业巡查突击队 每三人一组 分布在近17公里的堤防一线 队员们24小时三班轮流指手 同时他们还要对当地的巡护人员 进行专业指导 这里也出现了漏洞 整面坡都面临一个渗水的风险 抓紧通知地方政府 我们要对饮水面进行防渗处理 作为天津迎击大清河洪水的第一关 近海区抬头镇 处于东电续制洪区内 防汛任务艰巨 为支援天津的防汛工作 8月4号 应急管理部调派 中国安能抢险救援队 从长沙 重庆 武汉 唐山 抽调了240名专业人员 和170台套专业救援装备赶赴天津 抵达当天就立刻投入到了 抗洪抢险一线任务中 根据水文预测 8月9号凌晨1点到6点 洪峰过境大清河抬头断时 水位将达到6米 不断上涨的水位 让堤坝为念承受着巨大压力 8月8号晚上9点多 一处前期经过处置的管涌 再次出现渗水 救援队紧急赶往现场 进行加强处理 那边沙包快点就递过来 粘土够了 粘土够了 现在取沙石过来 这边我们做的是一个围井 这里面已经铺设了细沙 现在我们进行铺设中石 防止这个泥土进一步流失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急处置 此处管涌对坝体构成的威胁 基本被排除 联系下巡逻组 是否有新的光涌出现 连续奋战五个昼夜 救援队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风险隐患 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只要人在 堤坝就在 8月9号6时 大清河上游 新盖房分红道 下限流量达900立方米每秒 大清河抬头断水位 首次达到6米 在各方救援力量 5000多人的昼夜坚守下 南北的堤坝为念 都顺利抵御住了洪水的侵袭 保两岸家园无恙 今年浙江聚焦拓市场 优布局 强总部等 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奋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大省 今日一列满载110个标箱的 中欧班列 从义乌西站启程 驶向西班牙马德里 出口的货物不仅有一乌小商品 还有机械设备 五金电器 汽车配件等 让我们的产品结构在变 高新技术这个产品 包括机电产品 政府都是在50%以上 我们的国际市场 客户也在变 这家的外卖主体 现在超过10万家 我们贸易方式的多元化 滑金电商上得非常地快 高水平走出去 高质量引进来 这两天 日本尼德科集团的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 旗舰工厂 在嘉兴平湖开始施工 这是该集团 在海外最大的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3亿美元 对先进制造业 高技术服务业等功能性机构 予以专项的资金奖补 下一步 嘉兴将在重点领域 重点产业内 加大吸引和利用 外商投资的力度 作强总部经济 今年基深世界500强的石化企业 浙江航艺集团 在杭州萧山区设立了首个全球创新中心 同时在海外投资的59家萧山企业 返回家乡设立总部研发中心 总部销售中心等 我们鼓励企业不断地走出去 用全国乃至全球的养分 来反补总部不断壮大 以此提升企业对产业链 供应链的掌控力 加快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相通 产业相融 今年上半年 浙江出口1.73万亿元 同比增长4.1% 出口份额占全国的15.1% 规模位居全国第二 实际使用外资 129.4亿美元 同比增长7.3% 占全国份额12.6% 规模居全国第三 浙江高水平开放的新格局 正加速形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今天发布《评与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 节目旨在推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走身走实 充分展现习近平总书记 新征程领路人 人民情务员的领袖形象 和人民情怀 总台社交节目中心 今天还发布了 2023年下半年即将推出的 《创新中国说》 强国基石 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 全民健康大会等 26档精品节目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公布 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 2023至2025年 从完善县域商业网络 设施和业态 发展农村物流共同配送 推动县域流通企业 转型升级 丰富农村消费市场等 七个方面 明确了重点任务 提出到2025年 建设改造一批 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乡镇商贸中心 和农村新型便民商店 来自国家管网集团的消息 西汽东书一线沁水分输压气站 提升工程 今天投产运行 由此山西煤层气 每年通过西汽东书一线管道 外输天然气能力 提升了10亿立方米 为京津济及河南 山东 江苏等地区 提供更充足的用气保障 广深港高铁 今天推出灵活型措施 旅客持有效车票 在办理过一次改签 或超过改签时效后 仍可于乘车当日 办理三次变更手续 进一步方便粤港两地人员往来 灵活型措施 目前仅限于往返深圳福田 至香港西九龙战监 国际电信联盟报告显示 2022年中国固定宽带服务成本 在月人均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 从上年的0.5%降低至0.45% 位于劣质敦士登之后 排名全球第二 在移动宽带费用支出方面 中国同样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今天杭州第19届亚运会体育比赛项目门票 也从今天开始采取报名抽签方式销售 今天 杭州亚运会首批马术项目专用物资运抵杭州 本届亚运会将由来自20多个国家的百鱼匹赛马参加相关比赛 杭州海关开启专用通道 全流程简易监管 确保赛马及有关物资顺利入境 今天由国家航天局等单位指导举办的 2023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总决赛 在海南文昌开幕 近3000名参赛学生 围绕航天创意设计 太空探测等9个项目展开角逐 由中国国家画剧院组织开展的 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第二季 昨晚在山东济宁开幕 将在为期两周的时间里 举办青年导演原创剧目展演 艺术工坊等系列活动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今晚起系列纪录片 《寻古中国盗古记》 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综合频道播出 节目依托丰富扎实的考古探索 和最新研究成果 追溯中国盗作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以及中国盗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 根据美国夏威夷州毛一线公布的最新数据 截至当地时间13号21点45分 北京时间今天15点45分 毛一岛大火死亡人数升至96人 根据毛一线此前公布的数据 死者中只有两人身份得到确认 美国媒体13号报道称 政府长期低估火灾威胁 是这次大火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 夏威夷州应急管理机构 去年发布的报告 将海啸地震火山等 列为显著灾害威胁 但其中不包括火灾 报道说 当地政府对火灾威胁不够重视 预案不足 是这次火灾产生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灾害发生后 当地消防系统的应对也遭到质疑 随着目前拉海纳整个受到火灾影响的重灾区 目前仍然处于封锁和清理调查过程当中 目击者告诉我们表示说 有一些持枪的当地民众 去试图进入被火焚烧过的一些建筑物内 去寻找这些贵重物品 所以也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对清理工作也带来了一些干扰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 有当地居民认为 电力公司在飓风到来时 没有及时切断供电 导致大风吹倒电线 并引发火灾 目前毛毅岛灭火工作继续进行 但天气预报显示 毛毅岛将再次出现大风天气 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 重灾区拉海纳镇灾后救援工作也在继续 面对家园被毁亲友逝去 居民们难掩背痛 这一切都太艰难了 我从未想过我们会经历这些 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当我看到现在的拉海纳小镇时 我无法形容现在的感受 只能把它压在心底 我正在找基哈诺一架 克洛马一架 以及维勒加斯一架 俄罗斯国防部13号称 俄罗斯防空系统当天 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 和库尔斯克州上空 发现并摧毁四架乌克兰无人机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还公布了 俄方打击乌军星焰卫星系统 通信中断的画面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还说 俄军舰当天对一艘 驶往乌克兰伊兹梅尔港的货船 进行登船检查后予以放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3号在讲话中承认 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大桥 实施了攻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方面当天称 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人力装备集中区 防空导弹系统和炮兵阵地 进行多次打击 乌军持续在巴赫木特方向 对俄军施压 欧洲业内人士表示 西方制裁的反噬效应 将长期影响欧盟的能源安全 因俄乌冲突 欧盟减少进口俄罗斯能源 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所以欧盟能源危机远未结束 从长期来看 我们预计价格还会上涨 天然气价格可能会是 现在的两到三倍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伊朗外交部官员13号表示 沙特驻伊朗马斯哈德领事馆 当天恢复运行 办公地点暂位于一家酒店内 领事馆大楼将于日后重新启用 今年4月 沙特伊朗宣布恢复外交关系 6月 伊朗驻沙特大使馆重新开馆 13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 继续在包括首都喀吐木在内的多地激烈交火 冲突主要发生在苏丹武装部队 在首都圈南部的核心阵地 装甲兵总部 以及在恩图曼的工程兵总部 当地大批居民逃离 当地民间组织称 13号一天 在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市 及其临近的库布姆两地冲突 就造成至少37名平民死亡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轮值主席国 尼日利亚的宗教领袖代表团13号表示 经斡旋 尼日尔政变军人同意 与西共体展开对话 12号 西共体议会决定组建一个专门委员会 赴尼日尔斡旋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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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